大家好,歡迎收看信網破維股追蹤 我們今天要講的破維股是第一上海227 多隻券商股在7月的時候曾經有一輪炒作 當中比較淨的第一上海 今早受到營起的消息帶動 股價和成交都有異動 公司昨天收市之後發了營起 估計今年中期業績會轉虧為盈 主要因為金融服務業的貢獻增加 以及公司出售了一項投資帶來利潤 受惠營起消息帶動 第一上海今早的股價高開超過6% 報6.07 暫時最高見過6.09 突破了50天平均線 是兩個月以來首次 亦都碰了7月中的阻力位 成交明顯增加 從基本面看 這隻股份已經連續兩年錄得虧損 今次中期業績可以轉虧為盈 是一個利好的信號 再加上股值目前有很大的折讓 市漲率只有0.37倍 明顯比其他同業吸引 第一上海股價已經在低位橫行了兩個月 如果股價可以進一步突破 可以考慮追入 中短期可以看7號錄 多謝收看信網破壞股追蹤 我們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